哈啰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影片 观众们眼前的地方没错 就是我练球的地方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跟教练最打 大家在后面也能看到我的球 会打到越来越没有力了 因为我的传统变低了 因为我已经一个月没有练习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打球很累 一直接不到球很不满意 我打球的时候呢 我的心情有时候会坏 就像现在我心情很生气 因为我打不到球我就越来越接了 那个球我就越打 要求自己打到更好 然后一直失败 然后就导致送分给教练 一直重复 重复 重复 教练看到我的球越打越 都失败的时候呢 他就会上来跟我说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 再来AIM准 才能把球打到更好 我听了教练的 HIT 我也是能打到好球 只是现在是体力的问题 因为我体力一直没有能力了 然后我呼吸我也呼吸到不对 所以我感觉我很难打球 我会调整我自己的心态 再重新和教练对打 因为我知道我心态越来越差的话 我会越来越多失败 也就是在赛场上的时候 心态越来越差的话 我就会不断的一直送分给对手 对手就更容易的拿下比赛 虽然今天的训练很艰难 但是我认为我还可以再继续努力下去 如果有tips的观众 你们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 今天的训练我会反复看回多一次 为了避免做回同样的错误 谢谢你们的观众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哟 拜拜 谢谢大家 亲爱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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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观众 对了 亲爱的观众 天爱的观众 好 对 本当 对 好 打球 中文字幕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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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